当然学习也不只是在课堂里头 在学校里头 比方说在这个场域 环保站也是很多学生 热衷学习的地方 台南四季中学最近就到环保站 去学习做环保酵素 这个酵素大有妙用 除了家庭清洁之外 南台湾现在刚好是 登革热疫情的高峰期 随身携带环保酵素 用来防蚊 效果也不错 这边同学认真搅拌桶子里的糖水 那边同学则是将果皮和厨余 混合乘重 原来他们正在学习做环保酵素 做成酵素的话可以减少垃圾量 然后也可以就是减少 平常我们使用一些化学药剂 对 随身携带 如果说在外面的话呢 都可以自己喷洒的话 可以盲文 而且也可以回去呢 跟父母亲做一个互动 期盼学生能把环保理念 带回家里影响家人 而分类的乐器 回收的价值就越高 学生们用心学 也体会到自己造成 太多地球的负担 多使用环保袋 然后如果没有环保袋的话 也可以将使用过 塑膠袋清洗之后再次使用 真正的由心出发 想要爱护这个地球 想要爱护这个大地 从自己做起 改变习惯落实环保生活 每个人小小的付出 就能让地球变得更好 大爱新闻珍善美志工 李盈珍高鹏周台南报导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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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